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十一章 约翰辉第十一章 约翰辉第十一章 我们要读第一节到十七节 有圣经的弟兄姊妹 你可以看着你的圣经 或者看前面的屏幕 我们也有经文打出来 下面我们一同来读神的话语 我们用恭敬的心 一起来读 预备语气 有一个患病的人 名叫拉萨鲁 住在罗纳尼 就是玛利亚和拉萨鲁 玛大的之后 这玛利亚就是那种相告魔主 又用头发擦来着 患病的拉萨鲁 是他的兄弟 当即为两个子 就把二人去见耶稣 说 主啊 以赛来的命名 耶稣听见 就说 这病不至于死 乃是为神的荣耀 叫神的儿子 因此而荣耀 耶稣说 来拿大和地位置 并拉萨鲁 听见拉萨鲁定了 就在所居之地 仍住了两天 然后 然后 对门主说 我们再往犹太去吧 门主说 大帝 犹太人进来 要把石头打开你 你还往马里去吗 耶稣回答说 白日不是有十二个小时吗 人在白日走路 就不至于跌倒 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 如果在黑夜走路 就必跌倒 因为他没有光 耶稣说的状态 最后对他们说 我们的朋友 把他都不至于 我去叫他醒来 门主说 主啊 他们不至于 就必逃了 耶稣说的状态 是神的大使说的 他们对于 所说的状态 是神的大使 耶稣就明明到当初 他们就说 那他都不至了 我们要在那里 救命 这就是为你们的人物 好叫你们相信 如今我们可以 往那里去吧 多多满 又是为地图 就会对他 同作我们的朋友 我们也继续把他同事了 你也知道了 就知道了 那他们都在 管过你 已经十年了 好 圣经我们就读到这里 下面我们再一次低头 为刚才读过的经文 我们同情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因着你大爱的吸引 我们又一次来到 主你的面前 主啊 当我们在这里一同 来寻求你 亲近你的时候 愿主你使我们寻见 愿你在这个时间 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好让我们能够晓得 你在圣经当中 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 是何等的美好 主啊 使用你软弱的夫人 愿你 从祭坛上 用炭火 来洁净他的口 使他讲出来的每一句话 都能够符合圣经的真理 也使听见的人 得益处 主啊愿以圣灵 来高抹他 愿以真理的圣灵 来浇灌他 使他能够得着 从天而来的能力 来述说 你圣经的真理 愿主恩待 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 我们如此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刚才我们读过了 如果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请问圣经中 你最熟悉的一节 是在哪一节书 在哪里 最熟悉的 好 给我 大家一起说好吗 四个字 神爱是人 是在哪一节书里面 约翰平 对吧 你知道圣经最难解释的是什么书 很聪明 我在以前我小的时候 我以为圣经最难解释 我一直认为是启示录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想说 有没有一个人 可以把启示录能够解释的明白 后来我去读神学 我的一个老师跟我讲 他说 其实圣经 真正最难解释的是福音书 我们许多的时候 读了福音书以后 我们以为是懂了 可是 你再回去读 发现 原来在福音书里面 耶稣讲的话 耶稣做的是 远远超过我们所明白的 所以福音书可能是最难的 阿布斯丁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 约翰福音 浅到可以让孩子细水 深的可以让大象游泳 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的经文 在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我要跟大家把 这一章圣经前面的上文 有一个的简单的介绍 在上文记载着 耶稣为了逃避犹太人 他就退到约旦河外 因为第十章 因为第十章耶稣曾经讲一句话 说我与父 原为一 犹太人因为他说这句话 就以为他说见忘的话了 于是他们就要拿石头打他 耶稣就逃避这些的犹太人 推到约旦河外 可是 叫他再一次往南边 这个 伯大尼这个村庄 今天发生的这个故事 是在伯大尼这个村庄 是在 以色列的南边 所以让他再一次难返的理由 是玛大和玛利亚的请求 为着玛大和玛利亚的请求 他来了 不但证明他爱伯大尼 这个姐弟三人的 这样的一个家庭 也证明他要把这个的请求 视为从天父而来的记号 他不单是把爱要带给 拉撒路这一家 而且耶稣要在这里 让所有的人明白 他来要把那不可测透的爱 带给每一个人 我要通过四个方面 跟大家来看 今天我们读的圣经 其实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会把整个诗一章 作为一个整体 跟大家来讲 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把所有圣经读完 可是我在过程里面 会把重点的经文 跟你再一次的去回忆 再一次的去复习 我们从这四个方面 第一个 绝望的求救 与迟延的回应 第二 我会讲痛苦的损失与世界的安慰 第三 逆转的结局与至高的权力 第四 不觉的预言与自觉的牺牲 这是圣经在 一号分第十一章 要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 绝望的求救 与迟延的回应 如果你 我们表达爱的方式 对我们所爱的人 我们向他表达爱的方式 有很多种 比如说 有人会用鲜花表达爱意 有人会用送礼物表达爱意 有人可能一顿烛光晚餐 来表达爱意 可是当我们所爱的人 假如他生病了 我们要如何表达 我们对他的爱呢 他需要有人照顾 他需要有帮助 他生病了 我们总是听到这样的消息以后 我们会立刻希望飞到他的身边 我们去到他的身边来照顾他 帮助他 对吗 因为他现在生病了 可是当我们来看 今天的这个经文的时候 圣经说 有一个患病的 人家叫拉撒路 他住在伯大尼 那么 当这个拉撒路生病了以后 他的姐妹两个人打发人 去见耶稣 说了一句话 主啊 你所爱的人 病了 请问他这个 马大马利亚 猜人去告诉耶稣 你所爱的人 病了 有没有说 你赶快来 有没有加上这句话 没有 为什么不说 因为这句话本身 已经告诉我们足够的信息 按照正常的思维 按照我们常理的话 你听见 你所爱的人 病了 你一定会去 还是不去 一定会去 一定是要 要来到他的身边 来帮助他 对吗 因为这个生病的是什么人 什么人 你所爱的 来报信的人 特别的讲了这样一句话 奥布斯林对这句话 有一个很 很好的解释 他说其实不用多说 当然这一句话 你所爱的人病了 就足以 如果耶稣真的是 爱这个家庭 他一定会来 对吗 不可能 你所爱的人 病了 在他需要的时候 你反而遗弃他 若是那样 就证明你是爱他 还是不爱他 不爱他 对吗 你遗弃他 在他需要的时候 你遗弃他 可是圣经的记载 整个故事的发展 让我们很惊讶 当人来到耶稣的跟前说 你所爱的人 主啊 你所爱的人 病了 耶稣有没有立刻去 没有 耶稣接下来就讲了一句话 接下来在第四节 耶稣听见 就说这病不至于死 乃是为神的荣耀 要叫神的儿子 因此得荣耀 反而耶稣把这个 拉撒路的病呢 好像在耶稣说来 在耶稣的口里面来讲说 这个病不至于死 什么意思啊 不会死 是吗 但大撒路最终还是死了没有 还是死了呀 耶稣讲的话好像错了吗 原来耶稣讲这句话 意思是 这病不会以死亡而结束 他不会 死亡不会是这个最终的结局 因为耶稣知道他要做的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可是特别耶稣在这里讲到一个关键字 他说是为了什么 荣耀 为了上帝的荣耀 当他一致拉撒路的时候 人们就可以看见上帝的荣耀 彰显出来 他能够使那撒路 最终的死亡的结局被逆转的时候 人们就认识 人们就看出来上帝的荣耀 然而不止于此 约翰福音每一次提到耶稣的荣耀的时候 我要提醒大家 每一次当你在约翰福音里面看到圣经提到荣耀 荣耀 荣耀这个字 常常作者是要把它有特殊的含义 也就是说 荣耀常常是和十字架连在一起 耶稣说 这病不至于死 乃是为神的荣耀 要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而这荣耀不仅仅是让我们看见一个大能的展显 而原来这个荣耀是与十字架有密切的关系 你说怎样会和十字架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慢慢来看 第二个我要讲到的关键字在这一段里面 原来圣经在第六节开头的时候 有一个连接词 这个连接词是 所以 这个字呢 在我们河本圣经里面没有翻译出来 我看了一下 NRV的英文圣经 他们有 英文圣经有翻译出来 可是河本没有翻译出来 我在这里呢 跟大家来看 我们把第六节在原文有的那个连接词加进去 一起来读 你感受一下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形 第五第六节 我写在这里 大家一起预备一起 耶稣说来爱马达和他 所以 您在拉萨路里面 这在首居之地 人出了一天 什么感觉 如果没有这个 所以 你会 还不会那么样的奇怪 对吧 可是你发现原文圣经里面 这个地方是有个连接词 这个连接词是关键的 是你能够读得懂整个 拉萨路 这个神迹 读得懂整个 这是一张很关键的这个字 很可惜和尔本圣经没有翻译这个字 所以 你越读 你会越奇怪 你越读就会觉得矛盾 有没有矛盾啊 第五节 我们再来一次好吗 耶稣素来爱马达和他妹子 并拉萨路 所以 听见拉萨路病了 就在首居之地 人住了两天 他爱他吗 你说真的爱他吗 我们刚才说 如果你说 爱的人病了 你应该做的行动是什么 立刻去 这个是表达你爱他 对吗 你说 我听见 比如说 孙飞 我们是弟兄 我们很好的关系 但假如说 我听见孙飞病了 我收拾行李 我就扔来去度假了 我爱他吗 你们觉得我爱他吗 不爱 因为这个人病了 有没有影响到你的行程 你的安排啊 好像没有 好像你不关心 你不太 不太关心他怎样 对吗 可是圣经讲这句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耶稣听见 拉撒路病了 他是爱他的 可是他就在 所居之地 人住了两天 这让我们很奇怪 他没有立刻就赶去 另外一个让我们 更奇怪的是在这里 耶稣 后来在 我要跟你看 第14、15节 耶稣就明明地告诉门徒 告诉他们说 拉撒路死了 拉撒路死了 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 这让我们 读这一格圣经的时候 就更加的奇怪 有没有 你的朋友 你所爱的人 他死了 然后你说什么 我欢喜 我高兴 好奇怪 他到底是你的爱人 还是仇人 请问拉撒路 是耶稣的什么人 耶稣爱他吗 可是耶稣说 他死了 我就怎么样 欢喜 我就高兴 我就欢喜 有没有感觉到 圣经让我们 很难以理解 让我们感觉 非常的困难 我们不晓得 耶稣到底在做什么 我们不知道 这个圣经 到底要讲的是什么 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要跟大家讲的 一个的理由 就是 在犹太的传说 和作者用字的 一个的妙处 你说为什么 耶稣在所居之地 人住了两天 当他听到 拉撒路病了 他人住了两天 接去耶稣说 拉撒路死了 我没有在那里 我就欢喜 我就高兴了 当我们看下面的时候 十七节说 耶稣到了 就知道 拉撒路在坟墓里 已经四天了 而且三十九节 圣经特别的 讲到这件事情 他说 耶稣让他们 把石头挪开 那死人的姐姐 对他说 主啊 他现在必定是什么 臭了 因为他死了 已经四天了 大概 从伯达尼 来到耶稣 月代河外 耶稣这里 有一些的 资料告诉我们 可能他要走一天的时间 OK 要走一天的时间 所以 报信的人 拉撒路病了 然后他的姐姐 拆遣报信的人 来告诉耶稣这个信息 他要走一天的时间 然后耶稣 又住了两天 然后要去的时候 走路又要走什么 一天 加起来几天 四天 所以耶稣到 拉撒路的坟墓 已经 他已经怎么样 走到四天了 所以说明 那个人来报信的时候 拉撒路已经病危 是很严重 病危 可能报信的人 在走到半路的时候 其实拉撒路已经死了 圣经为什么 要强调这个 如果报信的人 来报信 耶稣立刻就去 情形会是怎样 情形会是怎样 还是死了 死了不过只有几天了 两天 两天而已 所以在这里 我要告诉大家 有一个很深信的背景 在当时犹太人 他们有一个的传说 这个传说是什么呢 是说犹太人 有一个传说 他们相信人死了以后 人的灵魂 不会立刻就离开 这个灵魂 还会在尸体的上空盘旋 在上空的停留 三天的时间 这三天之内 灵魂还在找机会 希望回到那个尸体中间来 可是 巴斯坦的地方 以色列这个地方的天气 气候是很炎热的 这个尸体三天以后 尸体就开始腐烂 当灵魂看到尸体 开始有腐烂的迹象的时候 灵魂就走了 他再也不会进到这个尸体中间来 这是在当时有的一个传说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耶稣相信这个传说 也没有告诉我们说 拉撒路或者她 她的姐妹相信这个传说 可是圣经要让我们 特别的强调 这两件事情 他已经死了四天了 并且他已经是什么 臭了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什么 是犹太人的那一个传说 已经怎么样 不攻自破了 如果在人死了第二天 耶稣让他回过来 那些犹太人 他们很容易接受 哦 我知道了 我们的祖宗本来就是有这样的说法 我们本来就是有这样一个传说的 他的灵魂又回到尸体里面来了 他们会这样去理解 但是耶稣却不是这样 要知道 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说 要知道神的作为 不会在迷信传说中来彰显 所以耶稣等来 他要等两天 去到这个拉撒路的坟墓的时候 已经是四天 并且尸体已经犯错了 这个时候 没有人再相信 拉撒路会再活过来 因为连他们自己传统里面 他们所相信那种的传说 也已经不攻自破了 换句话说 这个拉撒路已经是完全彻底的死了 没有任何的希望 没有任何的希望 这时候 耶稣再来行一个神迹的时候 他们的信心 只是单单的相信耶稣 与那个传说有没有关了 没有关系了 这是他迟言的理由 许多时候 我们不知道上帝的意思 我们需要上帝帮助我们 我们担不得他立刻来帮助我们 但上帝都是有他自己的时间 我们的时间表跟上帝的时间表 有时候是不一样 你希望上帝按哪一个时间表来回应你呢 按你的时间表 还是他的时间表 我们所有人都愿意立刻 主啊你来救我 立刻主啊解决我的困难 但请记得 主的时间才是最好的 他知道 无论是门徒 无论是拉撒路的一家 他们需要把信心 单单的仰望耶稣 并且他们需要经历一个更大的神迹 使他们的信心更加的稳固 因此耶稣在表达他对拉撒路的爱的时候 表面看起来他是迟言了 但其实他不会错过 我们的时间往往是以自我为中心 我们只想快点得到我们所要的东西 但神的旨意超过我们所想的 他的时间在你看来或许是迟言 但是请记得 在上帝那里没有错过 那我们单单的仰望他 接着我们看第二点 痛苦的损失于世界的安慰 当拉撒路死了 耶稣也来了 来到这个拉撒路的家 马大对耶稣说 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 就是现在我也知道 你无论向神求什么 神也必赐给你 好我们一起读这里 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 马大说我知道在末尔复活的时候 他必复活 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反活着信我的人并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 你信这话吗 耶稣面对一个痛苦的损失 一个姐姐失去了她的弟弟 人世间最大的痛苦 莫过于失去自己的亲人 今天我们所面对的经文就是这样 失去了自己的亲人 他的弟弟死了 马大极其的悲伤 极其的伤痛 耶稣要安慰这一个人 他用怎样适切的方法去安慰他 当我们来看 当马大呢 耶稣来到他的跟前的时候 马大讲一句话 他说主啊 你如果早在这里 我兄弟必不死 看出来 马大已经对耶稣有一些什么 愿意 你不早来啊 你早点来 可是 耶稣看到这样一个破碎的心 这样一个伤痛的心来安慰他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痛苦 无论你是愿意接受或者不愿意接受 生命中总有伤痛事 英国有一个很伟大的文学家 叫做C.S. Lewis 他写了一本书 痛苦的奥秘 在这本书里面 他讲一句话 他说 我们一起来读吧 上帝在我们的欢乐里 心生细细 在我们的良知里 仰致是疏疏 但却在我们的痛苦里 那是麻烦 痛苦是上帝用来 关系这个 人世界的办法 简单的说 C.S. Lewis 他称 痛苦是上帝的扩阴气 无法想象 他怎么能够这样的形容 他说痛苦是上帝的扩阴气 没有人愿意疼痛 没有人愿意有痛苦 但是 疼痛和痛苦却时常在人的生命中 伴随着我们 当我们 思考这个疼痛的本身 痛苦 心碎的痛苦的时候 你会发现痛苦 其实对我们不是 没有益处的 还记得圣经里面 大卫说 我受苦 与我有益 对吗 原来痛苦 对我们的生命也有益处 为什么 我举个例子 当我们走路 一下子不小心撞到了你的脚趾 或者你的腿被撞伤了 会不会疼痛吗 会疼痛 这个时候疼痛就会告诉你的 你的大脑 痛觉身间就告诉你的大脑 哪里好像出了问题了 你就会赶快看这个地上 或者哪里有一个台阶 或者地上有钉子或者怎么样 有走路更加的小心 对吗 在以前的时候 有一个研究 麻风病人 他们经常会使自己的身体残缺 因此这个麻风病就让人感觉到特别的惊恐 人们非常的害怕这个病 到后来 人们在研究的时候发现 麻风病人呢 其实 他的可怕不是麻风病本身 他的可怕是麻风病导致了这个病人 失去了痛觉 他没有了痛觉 换句话说 他把手放在100度的开水里面 不会痛 而这样呢 他不小心碰到这个很热的水 已经烫到了 已经伤到了 但是他不会痛 你明白吗 以至于他的身子会有许多的伤 因为他被磕到了 他也不会痛 他被烫到了 他也不会痛 因为麻风病是破坏了他的痛觉神经 而这样的结果呢 导致他们经常会受伤 没有痛觉神经 因此有一个医生发现了这一点 他说感谢上帝创造了痛觉 因为如果没有痛觉 我们会更加的损失 更加的可怕 痛苦是上帝向这个世界 说话的扩音器 当你的生命有了痛苦的时候 请不要以为这是一万一的坏的事情 请记得 这是上帝在用这个方式告诉你一些的信息 你需要聆听 当你上帝在拉撒路死了 他的姐姐极其伤心 极其难过 在这个过程里面 上帝要对他的家人 对他的姐姐说什么 让他们要聆听的信息是什么 耶稣面对这样一个心碎的损失 去安慰玛大 耶稣说 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 玛大说什么 啊是啊 我知道 在末日的时候 他可以复活 因为犹太人 法利赛人 他们是相信死人复活的 他们相信的那个死人复活 就是到末日的时候 死人都会活 但是 玛大的回答 是不是耶稣的意思 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 耶稣说的 指的是那个末日的时候 才复活吗 不 耶稣指的是什么 是今天 是现在 可是玛大有理解到 这个意思吗 没有 但是耶稣就 慢慢的要带领 玛大的信心 你要认识我是谁 耶稣接下来就说 我是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那其实他的 他的原来的意思 原来的话是 我是复活 也就是说 我是复活和生命 而这个讲话的语气 这个宣告 让我们想起了 什么呢 就是 在初安基纪里面 摩西 在旷野 遇见那个 被火 分烧的经济 然后他就要看 这个的事情 然后来耶稣华 向摩西 启示 他的名的时候 耶稣华说什么 我是 自由 拥有的 原来在西方来文里面 只有两个字 我是 就是我是 我是 你说这个我是 是什么意思 西方来文里面 讲到我是的时候 好像在中文里面 这句话没有讲完 我是 他后面要跟一个 谱语 我是什么什么 我是 这个 王约的时候传道 我是爱你的 我是有怜悯的 我是 好像没讲完 那上帝的名叫做 我是 这个我是 在圣经里面 在创世纪 我们看到 他说我是的时候 是有讲到说 存在 他讲到他自己的 存在 我是那一位 存在的 我是那 存在的 就是说 我是那一个 实质的 独立的 不便的 存在的 当 创世纪第一章 耶稣说 这个 上帝说 神说 要有光 就有了 光 对吗 要有光 那个字呢 也可以翻译做 什么呢 要存在 光 于是光 就存在 他说 我是 我是那一个 存在 所有的存在 我问 天地万物的来历 是从哪里来啊 上帝的命令 上帝的 分布 对吗 耶稣华说 要有光 就有了 光 他说 要地 要生出 各样的 态数 于是地 就怎么样 生出各样的 态数 因此 所有一切的 存在 是依靠 他 而存在 而上帝说 我是那一个 不用依靠 外在的存在 而存在的 那一个的存在 我们所有人的存在 是需要依靠 另一个存在 而存在 你今天坐在这里 一定是因为 有另一个存在 你才能存在 比如说 你的爸爸 妈妈 没有爸爸妈妈 有没有你啊 没有 对吗 这个很简单 所以你的存在 一定是依靠 另一个存在 但上帝是谁啊 他不需要 依靠 另一个存在 他自己 就是那个 永存的 他说 我是 第二个意思 我是呢 他说 这个是不改变的 我们所有人的存在 都在改变 唯独上帝的存在 是永不改变的 他说 我是永不改变的 那一位 医生会告诉你说 大概人体的 新陈代谢 我们身体当中的细胞 大部分的情况下是 三个月 我们新陈代谢 我们就整个人体的细胞 就换一次了 换句话说 我们的细胞 在不停的更新代 新陈代谢当中 在更新当中 有许多细胞 死去老化 然后也有许多细胞 再生出来 对吗 所以现在的你呢 可以说 今天的你 是昨天的你 但也可以说 今天的你 和昨天的你 是不是一个 就不是一个人了 因为 因为医生 那个科学家告诉我们说 三个月 我们今天的细胞 就换一遍 所以三个月以前 你的细胞 和今天的细胞 就不一样 所以一切的一切 都在改变 唯独谁不改变 神是不改变的 祂是用存的 祂不改变的那一位 耶稣说 我是 让你想到 祂曾经创造 这个世界万物 祂曾经给一切生命 现在耶稣 要告诉马达 我就是那一位 我可以在末日 叫人从死里复活的 那一位 我是 同样 我是那一位 今天可以让你的弟弟 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 因此 让我们看见 在我们的痛苦当中 我们如何去安慰人 在教会里面 不是 做 牧者的时候 常常会需要去安慰别人 我们遇到一些的 失去亲人的伤痛 真的不知道 用什么话去安慰他们 可是当我读 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我学到 把伤心者的目光 定进在主的身上 你仰望耶稣 你注目看耶稣吧 一切的盼望 一切的希望 都在他那里 他是那一个永存的 他是那一个不改变的上帝 我们周遭的一切都在改变 唯独他永不改变 无论我们身边的环境 我们的亲人离开 我们遇到多么大的祸患 或者痛苦 记得 仰望主 耶稣基督 他永不改变 第三 我们要看逆转的结局 与至高的权力 在整个的 这个过程里面 耶稣就又来到 不单是来到他的家 而且来到这个 拉撒路的坟墓面前 当耶稣来到坟墓面前 圣经说 我们一起走 耶稣看见他哭 并看见 与他同来的犹太人眼睛 就心里悲惨 又胜又走 耶稣哭了 耶稣又心里悲惨 他们就把手抖开 耶稣举目望天 说父啊 我感谢 因为你已经听我 我也知道你常听我 当我说这话 是为周围站着的 叫他们信 是你差了我来 说了这话 就大声呼叫 说拉撒路出来 那死人就出来了 手叫呼呼呼 面上拷着属鸡 耶稣对他们说 解开叫他 当我们来看到这里 拉撒路已经死了 可是当耶稣来到坟墓面前的时候 死亡的结局被怎样 死亡请问可以逆转吗 会吗 死亡可以逆转吗 没有人相信死亡会逆转 我们可以相信其他的事情逆转 但唯独死亡能被逆转吗 不能 不能 死亡的面前 是所有人都绝望的时刻 没有人相信这件事情会逆转吗 当耶稣来到这里 圣经说 耶稣就心里悲叹 而我们圣经翻译着和悲叹的这个字呢 在希腊文里面通常是指马匹的喷鼻息 就是马在那个鼻子发出来的那个声音 而当这个字用在人的身上的时候 总是表示生气愤怒 耶稣来到拉撒路的坟墓 他看见周围的人都在哭泣 圣经说 耶稣心里就悲叹 不仅一次 耶稣在这里有两次讲到 他心里悲叹 而且圣经说 耶稣哭了 我要跟你分析哭了这个字 马利亚的哭 圣经说 耶稣看见马利亚哭 马利亚和周围的人都在哭 于是三十五节说 耶稣哭了 马利亚哭这个字呢 原文是用一个叫做 哀好 悲好 或者是 他是一个极其悲痛的 因为失去自己的亲人 极其爱好的 悲痛的那一个哭 但耶稣的哭呢 原文是讲到说 有眼泪 从他的眼中流出来 他流泪了 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耶稣 愤怒 悲叹那个字 也可以翻译做愤怒 发怒了 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耶稣 哭了 请问耶稣为什么哭啊 他的哭跟 马大 马利亚的哭 一样吗 不一样 马大 马利亚为什么哭啊 因为失去他的亲人 他们不能改变这样的一个局面 他们虽然舍不得 可是他们弟弟仍然死了 他们失去了最亲爱的人 他们的心都碎了 他们在撕心裂肺的哭 大声的哭 呐喊 因为他们失去了这个亲爱的人 耶稣为什么哭啊 为什么耶稣也会哭啊 耶稣是不是因为失去了 拉撒路而哭啊 不 因为他知道 很快 几分钟以后 他就能够叫拉撒路 从坟墓里出来 就改变这样的一个结局 可是为什么他还是哭了 为什么 当耶稣看到人在坟墓面前 拉撒路的姐姐 马大和马利亚都在那里哭泣 周围的众人也都在那里哭泣 所有的人都在那里哭泣 当耶稣看到这一切的时候 圣经说 耶稣悲胎 并且他流泪 耶稣愤怒了 为什么耶稣会发怒 请问有没有人 面对死亡 他会发怒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参加过葬礼 参加过葬礼的时候 那个你很亲爱的人 被死亡夺走了生命 你去参加葬礼的时候 会发脾气吗 会发怒吗 为什么不发怒 这个死亡多么可恨 这个死亡多么样的 让我们讨厌 他怎么能带走你最爱的人的生命 他竟然做了这样恨恶的事情 为什么你没有向他发怒 没有办法 对吗 我们没有办法 无能为力 我们无可耐 当耶稣来到这个坟墓的面前 他看到死亡给人类带来的 可怕的结果 死是因着什么而来 不罪 圣经说 罪的功架乃是死 死亡 把人的心伤透 死亡 死亡让所有人失去了希望 死亡让每一个人 面对他的时候 都绝望 都失败 没有一个人可以打得过死亡 而他死亡就可以毫无忌惮的 柔令人的感情 人在死亡的面前痛苦 伤心 难过 他看出死亡所带来的那可怕的光景 死亡是多么令人讨厌的 他看出死亡带来的伤害是如此的大 因此那一位生命的主在死亡的面前发怒了 死亡 怎么能够把我创造的人带到这么可怜的地步 让他们伤心 难过 心碎 损失到绝望 没有人能够胜过 耶稣流泪 他看到的是全人类的光景 他体会到的是每一个人在罪犯罪之后 在死的瑕疵底下 那可怜的情况 耶稣流出眼泪来 他知道 人啊 因为犯罪多么可怜 人因为犯罪招惹死亡 而死亡把我们的心都伤透了 他流下眼泪来 不仅流下眼泪来 感谢主 耶稣在这里哭了 他也愤怒 他显示拥有在死亡之上的权命 来到佛命面前 他说 拉撒路出来 圣经说 那死人就出来了 他要让周围所有的人知道 他是那一位 名为我是的 他是永不改变的 他的权命超越死亡的那一位 我们所有人都惧怕死亡 但他却不会惧怕死亡 因为他的权命在死亡之上 他可以向死亡跨射 他可以向死亡发怒 同时 他也看到我们 人类被死亡的伤透 我们的心 他流下眼泪来 圣经说 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主知道 你的伤痛吗 主知道 你惧怕死亡吗 因为怕死亡 你一辈子都做他的奴仆吗 主要让你明白 他的权命在死亡之上 假如你只有愤怒 没有眼泪 说明你的坏脾气 假如你只有眼泪 没有愤怒 说明你感情丰富而已 我们感谢主 在死亡的面前 在拉撒路的坏面前 耶稣愤怒了 同时他也流泪 第四 我要跟大家讲 不觉得欲言 与自觉的牺牲 整个这个十一章的篇章把它推向高潮 带向更高峰的 还在四十七到五十三节 就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那个犹太公会他们讨论的那个过程 我们一起读 基斯掌和法利赛人聚集 我们说这人行好去神经 我们怎么办呢 如果这样游着他 人人都要信他 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图和我们的百姓 那中有一个人名叫盖亚法 本年作大祭司 对他说 你们不知道什么 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 免得通国灭亡 就是你们的益处 他说这话 不是出于自己 是因他本年作大祭司 所以预言 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 也不但替这一国死 并要将神四三个子民都聚集归役 从那日起 他们就上帝要杀耶稣 不觉的预言 与自觉的牺牲 在这里约翰有一个很强烈的讽刺 就是盖亚法提出来的 哦这个事情发生了 怎么办 耶稣行了 这种大的神迹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跟随他 假如他要造反的话 罗马人来镇压 我们这些 这些犹太的官长 我们这些 这个公会里面当官的人 我们的利益就会受损了 现在 为了我们的利益 不会受损 盖亚法讲了一个意见 他说 一个人替百姓死 免得通过灭亡 这就是你们的益处 中国有句话讲 替死鬼 有没有 哎呀 让他当气死鬼吧 让他就死了 然后保全我们的利益 保全我们这伙人 不受伤害 不受损失就好了 把他推出去 让他死 免得我们大家都 都跟着倒霉 因为如果罗马人镇压 罗马人怪不下来 大家都跟着倒霉 现在让他一个人去死 他要保住 好就是他要保住 这个国家 其实他是 政治家的言论 你记得他们说话 真实的成分 实在太少了 其实是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已 免得通过灭亡 约翰人讲了一句 他说 他说这话 不是出于自己 说明什么 耶稣是不是死了 为通国的百姓而死 是 但该压法 他的意思 是不是这样啊 不是 就是让耶稣当替死鬼 把他推出去 让他去死吧 免得我们跟着倒霉 所以约翰人说 他预言了 耶稣将要替这一伯死 这里有两个讽刺 第一个 约翰写本书的时候 写约翰福音的时候 耶路撒冷已经被毁了 主后七十年 耶路撒冷被毁 圣殿被移为平地 该压法本来想 推出这一个人 让他去死 让我们好 能够保存我们的利益 但 讽刺的是 他们杀了一个人 也没有阻止 通国灭亡 以色列 还是亡 以色列 还是沦陷 圣殿 还是被毁 第二个 大基斯盖亚法讲出 连他自己都不明白的话 他的政治的言论 却预言了 耶稣的死 他自己没有想到 他讲出一个 重要的 关于耶稣的预言 他要替通国的百姓死 在第十章 耶稣讲过另外一句话 他说我另外有羊 不是在这圈里的 我必须领他们来 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 并且合成一群 为一个 牧人了 耶稣的牺牲 有两个重要的意义 因着耶稣的死 死亡 就被吞灭 死不再是 没有被打破过的 一个权势 耶稣的死 死亡的权势 就被打碎 第二个 因着耶稣的死 那四三的子民 聚集 归一了 耶稣不仅为这 这个犹太国而死 圣经说 他不但替这一国死 也替四三的子民而死 让我们很感觉到 奇怪的就是 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这一天神迹 成为导致犹太公会 要杀死耶稣的 一个重要的理由 圣经说 从那一天起 犹太的公会就怎么样 决定要什么 杀耶稣 亲爱的弟兄姊妹 耶稣被杀 耶稣死了 可是 他的死 却打破了 死亡的权势 耶稣的死 却是这位 给予我们 生命的死 拉撒路复活 耶稣爱着一个 佛大尼的这个家庭 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今天我要对你讲 耶稣不仅爱 佛大尼 那一个的家庭 他爱我们 每一个人 耶稣 盯着拉撒路 这件事情 也被犹太的公会 决定要杀死他 而耶稣的死 给了我们每一个人 重要的 重要的盼望 事实上 耶稣的死 开启了新的纪元 和新的生命 借着他战胜了死亡 他的死 让我们得到新的生命 我们活在人生里面 有不停的 会有痛苦 最大的仇敌 就是死亡 可是面对死亡 你还有盼望吗 面对死亡 你的盼望在哪里 耶稣说 耶稣说 复活在我 大家一起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必不复活 你信这话 但愿主耶稣 这伟大宣告 带给我们每一个人 有突破死亡的盼望 但愿带给我们 一个人面对死亡 有不惧怕的勇气 因为神是复活 我们一起来唱 今天的回应诗歌 耶稣爱你 我们一同起立来唱 耶稣爱你 耶稣爱你 在你身边中 最大一部分就是 耶稣永远爱你 耶稣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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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生命中 最大一部分就是 耶稣救你 耶稣祂能救你 耶稣救你 耶稣救你 耶稣爱你 祂恩救你 耶稣永远爱你 耶稣爱你 祂恩救你 耶稣永远爱你 我们一起地头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真是感谢你 因为你爱我们 你的爱是没有条件的爱 是那种连续的爱 是牺牲的爱 也是永无止息的爱 主啊我们隐着你爱的缘故 我们今天才能 才能坦然站立 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 主啊我们才能有了新的生命 有了新的叛好 主真是求着你 借着今天的信息 让我们明白 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如何来回应 主啊对我们 已经信了的弟兄姐妹 主真是求你的灵 激励我们 让我们思想怎样做 和你心意的儿女 主啊在我们当中 还有一些没有细腻的人 主啊求你的灵 也感动他们 让他们也来乐意接受你的爱 主啊今天的奉献 也是证明 弟兄姐妹对你爱的回应 求主你捷径使用 求主也也 求求你也继续保守 弟兄姐妹心甘 乐意的摆上 求主保守我们 下一个礼拜 下一个礼拜的事工 工作生活和家庭 求主祝福每一位 在下一个礼拜的生活 谢谢主 以上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大家请 请不吝点赞